第九百二十三集 接纳他 认可他 当然 这一切的前提 他必须听从本尊的任何安排 更要向本尊道歉 灵运先尊不傻 现在叶辰身上爆发出了极强的潜力 足以让他将愤怒暂时搁置 甚至他可以不计较以前的恩怨 哪怕给叶辰一些机缘 也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叶辰一旦成长起来 很有可能有助于 他成为灵先帝宫真正的公主 到时候 叶辰 夏若雪 己司 青三人 必然会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 是这个小子能够听话 魂族老祖听到两人的话语 顿时恼怒万分 他根本不准叶辰活着走出阵法 两位 你们说那些话还太早 天地魂龙 可是河道境巅峰的阵灵 叶辰必死无疑 魂族老祖咬牙坚信着叶辰必死 他凝视着两人 心中怒火 蓬勃燃烧 表面却是镇定自若 灵运 北宫 他们两个强投草 叶辰展现出实力和天赋了 你们居然不想杀他 还想要帮他 可恨 可恨啊 可恨本老祖无法动手啊 河道境巅峰 灵运先尊和北宫红天相视一眼 似乎都觉得叶辰可以闯得过 就凭借当初叶辰入神境七层天 能爆发出河道境一层天的战力 现在叶辰即将晋级神王境 必然可以爆发出河道境后期的战力 况且只是采摘万年浑龙草而已 阁楼那边三大强者 已经有两个改变观念了 剩下的魂族老祖 虽然咬牙切齿 却是奈何没办法出手 万年浑龙镇这边 叶辰来到第二层和第一层的边缘处 准备向深处时 便是感受到一股寒风从深处而来 他甚至忍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他作为销炼者 已经不知多久没打过寒战了 看来马上就要接近阵法的核心了 吉林 不管里面有多困难 我都不会让你出事的 叶辰继续往前走 黑暗中 他隐约之间看见了一条巨龙 倒像是华夏传说中的青龙一般 朔长的身躯生长着四肢 背后生出双翼 两颗巨大的龙眼 散发出幽蓝色的渗人光泽 仿佛看一眼便会陷入无尽地狱一般 关键这条巨龙 散发着极其恐怖的气息 周围的狂风就是从他身上形成的 阵灵 镇守这座大镇的镇灵 天地魂龙 境界应该是河道镜八九层天 叶辰得出这个结果都不住诧异了 没道理啊 那位魂族老祖都只是造化镜二层天了 怎么布置出来的这座大镇呢 难不成是魂殿的先尊级别长老布置出来的 所以仅仅是一座大镇都有如此神威 就在叶辰深思之际 余光突然发现了什么 万年魂龙草 好多呀 叶辰眼前一亮 凝视着天地魂龙龙潮之下 一片片茂密的冰蓝色的药枝 赫然正是万年魂龙草 细细数下来足有百珠之多 难怪看守的都是河道镜巅峰的镇灵 外面更还有一个造化镜二层天的魂族老祖坐镇 如此声势太过浩大 恐怕这处魂族之地是专门为魂殿培育万年魂龙草的吧 否则哪里来的这么多万年魂龙草啊 万年魂龙草仿佛有灵 注意到了叶辰的存在 摇曳而动 一道淡淡的光芒顺着狂风落在了叶辰的周身 阵法核心的天地魂龙自然注意到了叶辰 他的龙眼微微一扫 没有丝毫在意 在他眼里 一个入神境的小子实在太过垃圾 他根本提不起半点兴趣 但是只要叶辰一旦靠近 他便会动用微压瞬间让叶辰化为粉末 正当此时 叶辰发现口袋的黑色石头异动了 就在黑色石头要飞出来的时候 叶辰强行压住了黑色石头飞出来的冲动 他可知道外面三位正观察着自己 轮回目的是他最大的秘密 不能被任何人察觉 好在黑色石头很快安静下来 而同一时刻 轮回目的三块石碑炸裂开来 三股气息冲天 随之身影浮现而出 有的杯剑傲然 有的持刀站立 有的周身悬浮着树柄核道神器 两男一女 每一位都散发出无比强横的气息 旋即三道身影开始复苏 自言自语介绍着自己的身份 似乎就像是固定的程序一般 当中 那位杯剑的男人踏出一步 眉心一点剑意扩散 手中长剑冲天化作神龙 翱翔在轮回目的中 雪剑为座神龙天地游 世间仅我逍遥神军 兵器之巅 以刀为尊 刀中以我为尊 纵横昆仑三千载 至今难有败迹 万载乾坤寻敌手 为我刀中诛灭神军 那位持刀的中年男子 手持一柄霸道长刀 犹如霸王在世 豪气甘云 至于最后一位女子 声音轻悦起来 千载间万年雨 世间万年如浮云 唯我亦舞动九天 声音落下 夜晨反应过来 神色骇然地看向三位强者 逍遥神军 诛灭神军 九五神军 昆仑须上古时代的 三大河道镜九层天强者 曾经联手抵挡过 造化镜强者的存在 他们可都是相当于 半部造化镜的存在 即便单独一人 稍弱一些血灵老族 但三人合力 足以击杀魁影 若不是被难遇的 北宫家族造化镜 太上长老出手 血灵族还攻不下昆仑须 此等盖世的武者神念 苏醒过来了 而且一口气还是三位 这那么也太爽了吧 此刻的夜晨 有种被幸运大礼包 砸中的兴奋之感 西年 上古大战时期 北宫家族分南域和西域 西域的北宫家族 便是北宫红天的家族 而南域的北宫家族 也就是血灵族所在的 北宫家族 出动三位造化镜 太上长老 当中 一位造化镜五层天 一位造化镜三层天 一位造化镜一层天 造化镜一层天的 那位太上八长老 原本以为逍遥神军等三人 不过寻常 河道镜九层天的武者而已 想要将其击杀 结果不小心之下 居然被逍遥神军 三人合力重创 甚至磨灭了 对方的神体皆肉身 险些斩杀这位太上长老 最后 还是那位造化镜五层天的 太上五长老出手 才将他们三人重创 旋即 被魁影捉拿了过去 不得不说 当年的昆仑须 位列于中五世界 也是一个世界了 底蕴可不是一个宗派能媲美的 参战的河道镜舞者超过三十位 河道镜后期巅峰之上 至少有十位 七叶神军 百剑神军 以及逍遥神军 诛灭神军 九五神军皆是 如此庞大战力 若不是有南域北宫家族参战 昆仑须绝不会败 拜剑三位神军 此地乃是轮回墓地 三位神军的神念 被截取到了这里 而我是轮回墓地的主人 叶晨 同时 也是现任昆仑须之主 叶晨 保全行礼 对于上古时代 保卫昆仑须的舞者 他都心存最大的敬意 叶晨也在锻造神军口中得知 当年被血灵族捉拿的人 以及战死的人的大概情况 眼前这三位 是昆仑须被捉拿的 三十多人中最强大的一批了 甚至联手可杀造化镜 一层天的舞者 若是手持时空之兵 即杀造化镜 二三层天的舞者 未必不可以 叶晨见到三位神军 还在恢复记忆 以时间没有反应过来 便凝视着轮回墓地 种多墓碑的情况 百块墓碑 意味着百位大能 当中一部分墓碑 蕴含着昆仑须大能的神念 一部分墓碑 蕴含着灵武大陆 乾坤杀鱼 各大先尊的神念 至于剩下的其他四十多块 他还没有资格知道来历 但是绝对很强 至于昆仑须 被禁锢的三十来位大能 现在 算起来在轮回墓地 已经出现了十六位 神王敬五位 慧元敬四位 河道敬七位 对应锻造神军所说的情况 这些被禁锢的大能 都是有特殊能力 掌握着二品以上道之力的舞者 或者是领悟出独特法诀 亦或者是别样法则的舞者 才会被血灵族老祖禁锢住 不过 血灵族的老祖倒是胆大包天 禁锢了数十位 河道敬的舞者 在自己门派当中 是真心不怕 这些昆仑须的舞者 恢复 将他的血灵族 和血剑门给灭绝 血剑门 血灵族 固然很强 对于叶臣而言 要不了多久 他便会有资格撼动 小子 你身上的气息 九五神军清觉美丽的脸颊上 带着一股诧异的神色 他一身凤凰火袍 显得格外犹如神女一般 双眼静静地扫视着周围的一切 打量着包括兵剑先尊 药师佛 日光佛和月光佛等人 最终目光落在叶臣的身上 言道 你身上 有陈安平的万物锻造绝的气息 不止 还有林清玄的医术气息 不灭之主的 不灭神王道的气息 诸神军万安绝 夺步而来 细细地打量着叶臣 越看越是感觉骇然